像加州爆補市場 一間看似尋常的便利商店 卻是玩命關頭中 唐老大的修車店 一天到晚都有來自全球的粉絲朝聖 更有一群群賽車迷 在店門口非法甩尾 燒台 最慘的是全美這些非法賽車 從噪音污染一路演變成 死傷意外 親人被奪走生命 不少民眾走上街頭陳情抗議 要求玩命關頭在片頭片尾 勸導粉絲不要非法賽車 甚至更換拍攝場地 只是這些微弱音量 恐怕早已消失在庞大的商業利益 和鄭正正燒台神鐘 三新聞 姚懷甄報導